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Let justice be done, should heaven fall 讓公義得到彰顯,儘管上天會塌下來 大家好,今天又是我王律師 來到法律之多的環節 剛才我講了英文作為今天的開場白 讓公義得到彰顯,儘管上天會塌下來 這句是甚麼呢 這句話說在18世紀英國一個大法官 Lord Mansfield 在處理一宗黑奴奴隸的案件之中 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當時因為在英國18世紀 黑奴買賣很多白人擁有黑奴 幫他工作打工是很常見的現象 當時話說有一個黑奴被捉了 要運他去牙買家 這個黑奴的家人 希望釋放這個黑奴 讓他得到自由 敢於訴諸法庭 這個案件去到 Lord Mansfield 英國大法官審理 這個案件不僅影響 案中黑奴究竟有沒有人身自由的問題 這個案件的重要性 亦牽涉到究竟黑奴買賣 究竟是否一個合法的東西 在21世紀的今天 當然我們會覺得有黑奴或奴隸 是不可能再存在的 但當時黑奴的買賣 或白人有錢的貴族 擁有奴隸是很普遍的事 所以這個案件的判決 如果認為黑奴是非法的 或容許所謂釋放黑奴 解放黑奴 很多在英國社會 很擔心會有很大的反響 會影響到很多人 而Lord Mansfield 在判這個案件 亦深知到這個影響 但最後在這個案件當中 這位英國的大法官 亦都判案中的黑奴 可以得到釋放 他應該得到他的人身自由 儘管大法官也知道 這個判決會有深遠的影響 但基於每個人 所謂生而平等 有一個人身的自由 所以就算這個案件 會有一個所謂社會的影響 但正如剛才我開場白所說 在這個案件當中 這個大法官很出名的名言 在判案後所說 可能這個案件 會令到世界上天會塔下來 但作為法官 最重要的是主持公義 令到法律得到公正地演繹 為何無端端用這個故事 去作開場白 可能你都會說 現在都沒有什麼奴隸 黑奴的事 21世紀 但承接我上一集 今天我想用這個故事去說 就是非用居港權這個問題 自從上一集之後 很多社會報章評論 坊間很多談論 都依然在談論 在未來八月將會開審的 一宗所謂居港權的非用 究竟是否有居港權的問題 其實用黑奴比喻 非用好像不太對 因為香港有很多良心僱主 都不會當自己的非用 像黑奴般看待 但無可否認 我自己覺得 其實非用好 引用好 總之很多現在的東南亞國家 來到香港打工的內容 其實都是一些社會的少數 他們的權利很多時候 都會受到剝削或忽視 跟剛才我說的十八世紀 這個黑奴問題 其實都有少少如出一切 就是一些社會弱勢社群 他們的基本權利 是否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 說回這個案件 其實都很類似 因為自從社會知道 有一宗這樣的官司要打 亦都有人擔心政府會輸之後 很多雇主的代表 或者很多政黨 就立刻推出很多理論 就說如果官司輸了 會有幾十萬的費用來香港 到時會香港的社會 那個負擔會很重 對這個福利會造成很重的負擔 我記得民建聯甚至乎做過記獎會 說有些資料有些統計 如果這個官司輸了 有五十萬的費用 連他的家人會來香港 首先這個做法我是很有保留的 因為現在官司都未審 所有並非牽涉案件的 不論是政黨或是個別人士 都不應該透過法庭以外 引用很多的資料也好數據也好 去說這麼多這些事情 因為可能會有意無意間 會影響到法庭審這案件 所以其實民建聯這麼大的政黨 其實應該為自己說的話要負責 就不應該所謂危言聳聽 在案件都未審 就推出這些數字去嚇倒香港人 而再說其實究竟這個案件 或者我們撇除這個案件 其實現在在說的是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一集 法律資多些都有約了講過 今天就再重新說多些少 詳細一點現在究竟這個案件 或者所謂外傭居港權究竟是什麼 這個首先要追溯到 就是我們基本法怎樣寫 在基本法第24條 就講到一些居民的基本權利 在第24條當中就講到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果成為永久居民 有幾個條件 而當中的第24條 第4號就會講到 如果是非中國籍的人 怎樣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他就這樣寫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以前或之後持有有效的旅行證 進入香港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人士 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 而在這個終審法院 其實在大概03年左右 亦都有一宗關於入境的案件 更加清楚地演繹了這個24條 說了其實有三個元素 去確立究竟一個非中國籍的人士 能否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入境元素 即是說它需要有有效的旅遊證件入境 第二個元素就是這個我叫做七年的元素 七年的元素即是說 有關人士需要通常居住香港不少於七年 這就是七年元素 第三個元素我叫做永久元素 甚麼叫永久元素 就是有關人士如果想申請做香港居民 亦都要已經當作香港是它的永久居住地 即是說它已經當香港是它終身的居所 要符合這三個所謂入境元素 七年元素和永久元素 有關人士才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而關於外傭案件是怎樣應用呢 外傭案件除了問題就在於 除了這個基本法之外 就在這個入境條例有一條就這樣寫的 在這個入境條例 在當時九七將近回歸 如果大家記得 在臨立會那個期間 就通過了一個法例 這個法例就是在入境條例的 即是第適宜的行就這樣寫的 就本條例而言 任何人士在下述期間 就不得被視為居住香港 通常居住香港 當中第六個元素就是 受僱為外來家庭用工 只來自香港以外地方者 而留在香港 是不會被視為通常居住香港 這個就是臨立會期間通過的一個條例 簡單來說就是 在入境條例之下講到明 所有人在香港一路居住 都會當為通常居住香港 而這個通常居住在香港 如果夠了七年 就會滿足我剛才說的七年這個元素 唯獨當中包括如果是家庭用工 你就算住在香港七年還是七十年 都不會當是通常居住在香港 正正是這個原因 所以就是很多的家庸外庸 無論在香港住了七年還是七十年 就算他有效的簽證 在香港甚至乎他都當了 香港是他的所謂永久居所也好 但因為這個入境條例寫明 他住七年還是七十年 都不會被視為通常居住在香港七年 即是說事實上他住了七年也好 法例上他那七年是被空白了 所以就滿足不到這個所謂七年元素 而申請不到來香港成為永久的居民 而在這個案件當中 從新聞紙所說就是 因為有些外傭 就覺得這個條例是有歧視性 所以就提出司法覆核 而為什麼會隱身到會司法覆核呢 那是不是外傭 他有這樣的條例 見到無情情就走上法院申請呢 我所了解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其實在香港 就算你想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 其實第一件事 當然要拿一個身份證 即是所謂的三顆星 這個身份證其實又是怎樣取得的呢 其實亦都可以趁這個機會大家看看 我們那個發身份證的制度 其實香港所謂入境 要拿這個身份證是根據 這個所謂人事登記條例 一個人事登記的制度 根據這個制度 就是說入境處處長 或者說由行政長官所任命的公職人員 是可以成為這個人事登記處的登記主任 那麼任何人等 如果他想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而有關的人事登記處的主任 是認為他是合適的話呢 他就需要有責任發放這個 永久居民身份證給有關的申請人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某人想申請做香港永久居民 他要向這個人事登記處申請 有關登記主任看過他的申請 如果認為合資格 就需要有責任按這個人事登記規例 發出永久居民身份證 但如果有關的人事申請是不獲接納的 有關人事登記的主任是不發這個身份證 有關的申請人有一個上訴渠道 根據人事登記處的條例 有一個所謂人事登記審裁處 是處理一些被拒絕申請成為永久居民的人 進行上訴 受冤屈的人可以提請上訴 提請上訴之後 人事登記審裁處會按申請人的事實 去看是否合乎 我剛才說過三個元素 如果他認為是合乎的 便會判他上訴得席 便可以發身份證 如果是否合乎便會推翻上訴 而人事登記審裁處的決定 是最終的裁決 在這個案件 我所知有關的外傭情形就是這樣 他向人事登記審裁處登記主任要求 就說我住了香港 我所知好像八十年代已經在住著 在做外傭 向人事登記署要求申請這個身份證 登記署認為不合資格 不發 有關的外傭便去上訴 人事登記審裁處亦推翻上訴 認為因為七年的問題 入境處的豁免問題 所以不發身份證 因為這個裁決是最終的 即是不能再上訴 所以外傭可以做的事 就是透過司法覆行去研究究 入境處條例這個條款 是否有違憲或歧視 我自己覺得這個條例 即入境處說七年的外傭 是不當七年 是很明顯的歧視 為甚麼呢 因為在新聞紙很多報章都有賣過 原來很多外援踢球的足球員 在香港踢球踢過七年 是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很多入外國的教授 澳洲加拿大來香港的教授 教授七年書 亦都可以成為香港居民 偏偏在香港打七年工 做家庭用工的外傭 不理是印尼的也好 還是菲律賓 泰國的也好 就不能夠成為香港居民 這個不是歧視又是甚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明顯的歧視 如果你用其他的理由 我覺得都是一個藉口 說到這一點 剛才也說過 其實在這個案件 現在未審 其實很多的報章都去說 有證有犯去分析這個看法 我想特別抽出一份文章去分析一下 或者容許我駁斥一下他的說法 早前在某報章 新聞黨的副主席田北辰先生 有一篇的報章 就是講外傭 亦都他是不贊成外傭 這個有這樣的權利 甚至認為應該盡快提請人大釋法 甚至乎不要等官司去到終審法院 或者去法院審理有結果再釋法 現在這一刻就要先提請人大釋法 這個看法我是絕對反對的 這個是有違香港的法治 有違香港的司法獨立 根本這個不需要法律訓練的律師 一般小市民都知道 如果你下案件都提請人大釋法 那要香港法庭來做什麼呢 那些案件不用審的了 全部人大釋法搞定了 那香港這個終審法院的制度 就形同虛設 就成為一個橡皮圖章 所以這麼快提請人大釋法 怎麼說都不通的 就算你說等法官審完再提請 我亦都不同意 因為其實釋法 我會覺得每一次釋法 都是對香港司法獨立的一個傷害 特別是如果你說這個案件 是牽涉香港的國防外交這些層面 絕對你說提請人大釋法 都重情有可原 但好像這些外傭居港團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香港內部的事情 如果大家是相信香港 所謂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話 我覺得這些是法律的問題 我看不到原因 為什麼香港的法院不能夠自己審理 究竟根據香港的基本法 香港的法律 有關的條文是否違憲 香港的法官絕對有這樣的能力處理 是無需人大釋法 所以我絕對不同意 有些言論說 就這個案件要提請人大釋法 不論是現在提請 還是日後提請 我都是反對的 第二一點 我引用田先生這個文章 因為他有幾個論點 也是社會很多不同意外傭這宗官司的論點 我想特別拿出來和大家研究一下 第一點 為什麼很多人士 包括剛才說民建聯 他覺得這個案件如果政府輸了 會為社會帶來很大的壓力 就是因為如果外傭贏了 不僅會有很多外傭來香港 他可能帶來他的老婆子女 甚至乎姨媽姑姑來香港定居 可能一下子會有幾十萬五十萬人來香港 但這個說法未免太簡單 其實有點不正確 因為其實就算個別的申請人 比如外傭來到香港 不代表他的家人 是可以很簡單 亦都容易來到香港定居的 因為根據香港的條例 我特別在網站 在這個入境署的網站 就有一份關於入境規定的指引 當中有說到 如果有些申請人想申請他的家人 或者叫做受養人 來香港定居 居留是有些條件的 特別是說到 如果受養人 即是某些家人 想來香港居留申請 他要證明到 譬如他和有關的人士 是有一個關係的證明 亦都要證明他 是沒有一些不良的紀錄 譬如飯事那些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有關的申請人 要證明他要帶來香港居住的受養人 在香港的生活條件 是有能力保證他在基本水平之下 可以為有關的家人 提供適當的居所 簡單來說 即是說 我想申請我外地的家人 來香港居住 我要證明給政府看 我是有能力照顧他們 他們來到香港不需要靠縱緩 不需要靠香港社會社署 或者是很多政府的縱緩資助 是可以所謂自力更生的 所以其實來說 不是說 如果一個人來香港 他就可以請到家人來 因為坦白說 很多來香港打工的旅養 他們自己都是自在找 可能說的是那幾千元 寄回去組家 他哪有能力 不要申請家人來 他自己來香港 你叫他自力更生 都是漫漫緊 他申請家人來香港 我猜九成五批 所以其實這個說法 未免是有點冒斷 也就算申請得來那些 其實來說 可能他根本也是有這樣的能力 未必是真的說到 會加重香港福利負擔 第二個說法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歧視 引用田先生的文章所說 他說 正如一個美國人來香港做旅養 工作期間都不會視為居港 這個不是種族歧視 沒錯 這個不是種族歧視 我們現在不是說 種族歧視的問題 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個 工作崗位歧視的問題 不論這個人是美國人 還是菲律賓人 他來香港不應該 因為他是打外容工 而歧視他 而不理他所謂居住七年的問題 為什麼剛才說 踢球的我們不歧視 做大學教授的不歧視 偏偏在家裏做家庭容工的就歧視呢 而不要忘記 這些所謂家庭容工 其實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他們很多的學者研究 是間接釋放了家裏的打工仔 兩夫婦可以放心外出 找事做 間接推動了香港的經濟增長 為什麼我們要歧視這些家庭容工呢 第二來說 亦有一個論調很多時說 就是說 喂 他們這些家庭容工來香港 之前已經知道了 在香港我們不會 讓他有居留權 他結束了合約 要回家 是 但正如剛才我說 這些現在說很多時候 他不是七年 可能住了十年 二十年的 人生有多少個七年十年 他住著和這個地方發生感情 和香港發生感情 覺得香港更加像他的家鄉 而所謂轉了一個心思 希望當香港 是成為他以後終身的居所 又有什麼問題呢 都是那個問題 工作崗位的歧視 為什麼足球員大學教授 來香港 可能他們都不是想著 香港作為終身居所 起初都是想著試住先的 周住一下做做一下 覺得OK 那就香港落地三斤 他們可以 為什麼家庭容工就不行呢 這個不是歧視 又是些什麼呢 最後想引用 田先生的文章 最後一句所說 他就這樣寫 要是他知道 如果他用這個釋法論調 可能會引致很大的反響 但他認為還是要釋放 甚至他說 我始終堅信 應該是從政者的理念吸引選票 而不是選票決定從政者的理念 他說 簡單來說 總之從政者的信念 是最高要考慮的東西 不是為了選票 說就非常冠冕堂皇 但我趁這個機會 如果田三有機會看到我這個節目 我覺得正正在這件事 你就更加應該站在外傭那裏 我相信作為從政者 保護弱勢社群 令到人人得到公平的對待 是每一個從政者 不論左中右都深信的理念 而這些外傭 坦白說你幫他 不會有選票的 很多外傭沒有投票權的 可能甚至得罪了很多香港的選民 但正如田先生你所說 如果從政的理念 才是你從政的指南針 而不是選民的選票 是你的指南針的話 你就更加應該站在弱勢那一邊 幫這些外傭爭取合法的權益 希望田先生你聽到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談談其他法律問題 再見